掌握华天美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天美阿台 每天下午打卡,华天美该大市场,保护粉丝,挑选机器 前段时间也是每天给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这个卡帖机的解锁教程 然后后台有很多小伙伴私信阿台 问这个卡帖机总有碰到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 所以阿台在这里给小伙伴来做一个汇总 卡帖机小白用户碰到最多的问题应该是SIM卡无效了 我们今天就来模拟一下 行,这个我插上卡帖之后 我插上卡和卡帖之后它会多到两档卡 因为一张是小白卡嘛 重新捅一下吧 下面是一个小白卡 上面是我的卡帖卡帖 我们装进行之后 此时手机不是会弹出来卡帖程序吗 弹出来程序 弹出来这个卡帖程序 我们选ISIM5G QPE解锁 这台机器是一台ATT的 我们随便选一个T毛掰吧 因为选择运用上之后 手机会立马跳激活 这手机会跳激活 一般它跳完就火 我们会点继续对不对 点完继续它是百分之百系我们去系统呢 它会说SIM卡无效 因为我们预影商选错了嘛 再试一次也是没用的 还是没用的 如果选的预影商那好 我们在这个页面等着就行了 它会自动搜索信号 然后跳到桌面 因为目前我们是选错运用商的情况嘛 怎么再次让它弹出来那个窗口呢 我们长按这个锁屏键 然后记住呼叫 按一下这个米号 直接拨号 拨号到这个页面 我们不要点发送 直接返回就行 它会再次跳出来一个卡帖程序 这时候我们还选这个ISIM5G 这个时候要选正确的运用商 比如这个ATT的 我们选ATT5G 接受 然后我们等着它 在这个页面 我们不要点积蓄 只要运用商选对 我们不要点积蓄就好 现在它都进入桌面了 所以我们碰到这种SIM卡无销的时候 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是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卡帖程序 比如我们封号网络 打开我这个号 进入我们这个SIM卡运用程序 我们直接点一下反激活 然后等着它自动来信号就好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手机跳激活了 我们打不开这个拨号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长按这个锁屏键 然后它会弹出来紧急呼叫 我们收入一下米号拨号 它会再次弹出卡帖菜单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选对正确的运营商 然后点完接受 等着它自动来信号就可以 如果你机器的运营商不知道 就可以在公众号查询一下 其实大多机器的运营商 不是这个ATD 就是T-Mobile或者XF 这三加日比较多的 其实卡帖机还有一个小伙伴 经常碰到的问题 就是来电不显示名字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下载一个软件 就是这个KK号码住手 这个软件它可以统一加国家识别码 就是统一加86 这时候我们一来点显示就正常了 如果小伙伴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二台下次汇总一下 然后再做视频给小伙伴解答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